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ma 今天呢 我想要開箱 我手上有的這個 滴變相機 滴變相機是我 從去年 就有的 信氣 一開始是我們有很 特別的理由就 買了那個 富吉的 那個東西是從之前就有的 所以我小時候 國中生的時候也有用過 但長大之後是從去年 好久不見得用 然後 去店 洗一下 看到那個出來的照片 就覺得 雖然拍的東西是沒有什麼 立場的 一個畫面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用滴變相機來拍的話 每一張都 很特別的感覺 特別的瞬間 切出來了的感覺 我覺得因為我們 現代人已經習慣 用這個手機來拍 很多照片 雖然這個手機是很方便 如果自己不好看的話 可以用眼拍 拍到自己很滿意 習慣用手機拍照 之後才 感覺到 立場相機的 美麗 享受 毆然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 為了防止完美主義 為了防止完美主義 做這個 立場相機的興趣 我覺得還滿棒的 因為這個的話 沒有辦法確認 有沒有成功拍到 也不知道 去 洗 底片之後才知道 我原來拍了這麼的東西 它會有不確定的期待感 你都變了 你都變了 你都不 你要廁所 那我帶你回家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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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開始 剛剛開始 迷著 這個底片相機的時候 是一直用 戶籍的底片相機 一次性的 然後一開始我 失敗過很多次 有一次我拍的 二十多張 那幾乎都是 吸出來的東西 幾乎都是 黑黑的 我拍了什麼 我那個時候很殘忌 因為底片相機現在 不便宜嘛 在日本也 如果要買那個 FUJIU ZILENTES的話 1800日幣左右 買那個 本體的相機 然後拍完之後 去 洗底片的時候也要 如果要穿到手機的話 這個要付2000日幣 所以 一共 花4000日幣 這個 蠻貴的興趣嘛 然後也有用過 KODAK的 這個 一次性的底片相機 那個的話 它是ISO800嘛 第一次用那個KODAK的時候 嚇到 一樣的條件 在室內這裡 把這個放在這裡 然後 天氣很好的 亮亮的時候 沒有用Flash來拍也 它會拍得很漂亮 然後 用一次性的底片相機 來練習了很多之後 我就想要 不是一次性的 然後我去網路上查了 哪一個底片相機 比較好呢 然後有人推薦的 這個東西 中古的 我買了 KONICA的C35AF2 它是很久之前的喔 這個對焦是Auto 自動的 好像是 那個時候 在世界 第一個 有自動對焦功能的相機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 是它是可以用Self timer的 你看 這裡有這個 先弄這樣子 一樣這樣子 之後 按這個之後 它是慢慢慢慢的 這樣可以拍到 這樣可以拍到 也可以用Flash 來用那個Self timer ここから 新しいカメラを 開封していくんですが 動画が長過ぎたので アフレコで 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まず こちらの 可愛らしい ピンク色の フィルムカメラ は 今年の4月に RiuTV Ezo Riven RiuCieの 視聴者のみんなから 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として いただきました フィルムカメラを 始めてから フィルムを プレゼントで 貰うことが 何度かあって すごく ありがたい です フィルムも 一個 1500円とか しますから では 開封していきまーす 持ってみると 軽ーい 先ほど 紹介した コニカの 黒いカメラは 重量が 375gで まあまあ 重いのですが こちらの カメラは 本当に おもちゃみたいに 軽い 大きさは 映るんですよりは 若干 大きいんですが これだけ 軽いと 持ち歩くのにも ストレスなさそう 上に シャッターボタンと 巻き戻しクランク 正面に フラッシュの オンオフがあって 下に フラッシュ用の 電池を 入れる 後ろは フィルムを 入れるところですね えー 好乾淨 続いては 自分で買った フィルムカメラなんですが 去年の 12月に 台湾で イベントをした 時に その頃 私は まだ 映るんです を使っていて その時の カメラマンの 友達が フィルムだけ 自分で買えば 繰り返し使える こんなのもあるよって 教えてくれて 購入したのが こちら ヤシカMF-1 35mmフィルムカメラ レトロな感じのデザイン と 色味が 可愛いですね マットな質感で 裏面にも デザインが入ってます 大きさがね すごくコンパクトで 多分 ホイツコンジェン 今回 私が購入した こちらは もともと 新しいフィルムが セットされていたんですが このカメラ 注意点が あります 多分 大抵の フィルムカメラって 新しいフィルムを セットしたら 撮影していって 最後に フィルムを巻き上げる 巻き取る と思うんですが このヤシカの フィルムカメラは なんと 最初に 巻く作業を する みたいなんです これを 知らずに 撮っていって しまったら 何にも 撮れてなかった という悲劇が 待っていますので ヤシカのカメラを 使うときは 要注意ですね 撮ってみよう なお パイパイ感 てか うわー 撮れたー 撮れましたねー でもさっき フラッシュ あ、フラッシュ あれ? なんで? フラッシュも切ったのに いいねー いいねー なんでしろ いいね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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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固願 哦 射了 我的腳射了 是否也要是否有控制度 那我看到同样东西的条件 与这三台的主要公共产的主要公共产的主要公共产生 开用自然光的主要公共产生成为 内容第一名 Yoshika mf1 是否有卡丁的配置 就是了有高魂的品牌 有没有光漏了 有少许如此 有些许多的黑色的光是在 是可以的 這就是這件事 2.Kodak M35 光和影的相配 是非常好 不足的 3.Kodak M35 是這個 是皮膚和 是很重的 是很重的 这些比較的 三支插线和它们上冬布 但是在看上的片段时 一概的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好 像是比较好 看上去就是 在最高的位置 就是 看上去的 看上去的 我用了的是光漏洩的部分 像是光漏洩的一般 YASIKA和KODAK的部分 是白色的 是光漏洩的 在右邊的KONIKA 是光漏洩的 是光的效果 就像一気に高品質的 是光漏洩的 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 在这个面前面有这个摄影的摄影 是自然的摄影和速度的摄影 所以如果能做这个摄影 可能没在这些摄影 但我觉得他们仍然感到 但我现在有机会 在这些摄影中 也想看着很多摄影 所以我会在这个摄影中 我会希望在这些摄影中 在这些摄影中 水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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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吃的这个KOTAKU的Film是只有24张的 不知道这样张数 麦数 少的时候 它的那个价格 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应该要买多一点的 酱醋 的 你好 谢谢 24个 如果您可以买到 这个工程 需要更多的 需要更多的 要求更多的 要求更多的 需要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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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更多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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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多的 可以 需要更多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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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在 手机里面 每次这个 瞬间 最期待 在现场更加 简单的 确认 照片 付钱 就可以回去了 因为这次 我洗了 两个底片 所以 共花了 3660 日币 这个 Negafilm 虽然目前 我不需要 但如果 以后 要把照片 高画质的 印出来的话 会需要 嘛 所以我先把 全部的 好 保存在 家里面 好 那今天的 我介绍 底片相机的影片 就到这里 啰 大家有什么感想 請留言 告诉我 那谢谢大家 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第一片相机